讓黨團一見一致 內陸公報紀錄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首先我們請徵委員民眾 並截止登記 謝主席 有關本法要修正 再能確保有效降低環境污染 兼顧農曆農用 及給予中小企業發展空間的前提底下 國民黨支持做適當修正 眷錢未登記工廠的管理 但是行政院把這個法案送到立法院來 沒有做相關的評估 如同剛剛提到了 到底現在的違章工廠 到底是38000家 45000家 還是13萬家 各機關 經濟部 農委會環保署 搞不清楚也說不清楚 所以在立法的時候 國民黨提出相關的配套 也就在第28條之二 增定 希望由行政院 院長來召集各部會 成立一個督導會報 那因為這個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這樣的修法政策 是由蘇院長在今年2月間 在這個場合 答應的政策支票 所以 居於全責相輔的政治理念 國民黨團要求在行政院 成立一個跨部會的督導小組 來協調各部位的事情 但是剛剛在三樓協商的時候 民進黨強力反對 希望由經濟部來做協調 匯報的相關的主管機關 跟幕僚單位 但是各位想想看 這個是過去錯的做法 過去10年來 由經濟部負責協調 結果搞了半天 只有7家被輔導成為合法的工廠 績效不彰 但是我們誠懇的建議民進黨 希望把它層級拉高到 由院長來協調各部位 但是民進黨強力反對 所以基於這個觀點 我強力質疑民進黨 這一次的工廠管理輔導法的修正 只為兌現政治支票 因為選舉到了 但是沒有 基本上他們不想落實執行 因為要求行政院成立 一個督導匯報 他們都強力反對 所以我在這裡強力質疑 民進黨打假球 民進黨打假球 謝謝 謝謝 謝謝曾委員 下一位請請成委員蔓麗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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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